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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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各位好 歡迎來到我們上一全線的心得分享 今天我們來分享的內容就是關於主隊這件事情 大家應該玩得不只 滿長一段時間了 你們會有很多的槍娘 不管是幾顆星 兩顆星 三顆星 四顆星到五顆星都可以 那你們在主隊上一定會有很多的困惑 那想參考一下到底怎麼組會比較好 那我這邊就來分享一些我自己組隊 這幾個梯隊的組隊想法 那今天就先分享一個梯隊就可以了 我們把後續會再繼續介紹其他我們梯隊的一些組隊概念 甚至我們可以找個時間來介紹一下 如果我們要以某一個槍娘為主 我們要怎麼樣去組建出我們適合攻略 或者是適合練功的一個小隊這樣子 OK 那我們今天來分享的就是現在你們眼前看到這個梯隊4 梯隊4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總共組起來的話幾乎每個職業都有 閃彈 衝鋒槍 護槍 手槍 機槍 那我這組的搭配的話最主要是以這個 閃彈槍為主體 那這把閃彈槍的話 最主要其實是現在閃彈槍的功能 比較就是類似像是肉坦 他幾乎沒有迴避率 然後他的命中率傷害輸出 目前看起來不太足 不過他有很好的護甲 所以他在對抗只要不要傷害超過他護甲的這個關卡時候 他可以承受非常大量的傷害 那 那我們也不希望說在作戰的時候 因為像肉坦這種角色 如果遇到比較強的敵人之後 他血量會損失的非常快 所以我們會準備一個 副坦 V衝是一個很適合副坦的位置 因為他的回避率他的傷害 都還算是挺高的 他算是攻擊型的衝鋒槍 那 最主要他不但可以增加這個 就是AR的射速之外 他自己本身 畢竟是一個衝鋒槍 他回避的性能也是相當不錯的 然後再加上他有最重要的技能 最重要的技能我們來看一下 燃燒彈 燃燒彈是他這個V衝最重要的技能 燃燒彈在這個版本裡面 你可以看到他死不死就可以拿下最高傷害 因為敵人其實常常會團在一起 那你用丟燃燒彈下去的話 效果是非常不錯的 那為了搭配這個衝鋒槍的話 我後面會放一個HK416 那當然除了看中他的是 外觀是其次啦 所以只要你可以看到他對這個 衝鋒槍的傷害有上升40% 那這個傷害其實會套用在 衝鋒槍的技能上 那這樣應該大家就懂意思了 代表說他丟出燃燒彈的傷害 還會在上升額外40% 然後再加上這個 416自己本身的輸出也是不俗的 然後他自己自帶也有槍榴彈 我們看一下他的技能 我們可以看到 殺傷榴彈 可以造成一個範圍的5.8倍傷害 那你就可以看到這個隊伍裡面準備了兩個 非常擅長對付範圍攻擊 範圍敵人的這個角色在這邊 那機槍的話呢 就算是一個重武力輸出啦 那我選用的是布倫機槍 當然你可以搭配更多更好的機槍 MG5啊 MG4之類的 你喜歡的機槍 那這個是我覺得 布倫是我自己練起來比較有愛的 他基本上不算是最頂級的機槍 不過我用到現在也不感覺他差異 應該說不感覺到他非常 就是用不起來 然後他傷害也是 練到這個等級 傷害也是滿足的 然後這樣 機槍的話我建議就是 你把他練到第二裝備的時候 一定要裝這個 紅點瞄具 那因為他會額外加命中 那機槍的最大弱點就是他的命中並不夠高 所以你把他補足命中之後 他在作戰上的命中率就會相當足夠 那能製造更多的傷害 那這個布倫機槍的技能的話 你看他可以提升自身的火力6.7秒 而且該輪的射擊彈鏈會延長兩發 所以他的輸出在一輪裡面還算是 天生就比較長 所以在80級的話我會選擇 可能在裝上他專屬的機槍彈鏈的話 他的延長攻擊的這個彈鏈會更高 那他的傷害會更多 所以我們之後會選用這個 80級之後會選用彈鏈 那我們再看到最後一個就是這個手槍 我們這邊裝上這個是FMP9 FMP9 那我之前的影片應該有介紹過這把手槍 他最好用的地方就是在他的靈氣 他可以提升射速跟命中 那原本這個隊伍其實最主要準備可以打夜戰 你把這些角色換上夜戰裝備之後 他們的命中在夜戰裡面是非常高的 因為他有雙重的靈氣加成 然後再加上這個 散彈槍對機槍的命中加成也是有55% 所以命中非常可觀 然後再加上傷害也不俗 可以丟上這個燃燒彈的話 可以製造非常多的傷害 那手槍的話又可以增加命中及射速 傷害都會煞浮的上升 那再加上這個手槍他自己的技能 可以降低我方全體迴避 所以生存力會更好 對我們前排尤其是衝衝槍來講 他受到這個迴避效果之後 他會他續戰力會更好 那這就是這個隊伍組成的一個小概念 那就分享這個隊伍給各位參考參考 那最主要的就是一個坦 肉坦配一個副坦 然後副坦有傷害 傷害由AR對他進行增加40% 那AR可以一併進行輸出 然後由SMG 就是由V充對416增加他的射速 中間由這個手槍做一個靈氣的支援 增加射速及命中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416的射速可以來到12% 12%加成 然後35%的命中 然後最後再補上一個機槍 那機槍可以裝穿甲彈在夜間作戰的話是非常有利的 OK那今天這個分享就到這邊告一個段落 那隊伍的 這個隊伍的這個簡介介紹的就介紹到這邊 那今天的這個少女前線的這個新的分享 我們分享這個隊伍 那就在這邊告一個段落 如果你喜歡這影片記得按個讚 然後點擊訂閱頻道 然後可以追蹤更多少女前線的影片 那我們就期待下一次見面了 那感謝各位收看啦 掰掰